甚至我們還找駭客來打網試試看 有在測試 但是如果遇到那種高手還是擋得住 市政府掌握的個資 可能上千萬里以上 因為包含臺北市的 還有跨其他縣市的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麼多的資安危機 市政府目前知道有任何人被抓了嗎 有嗎 這我所說我不曉得 資訊局局長來了 我們有移送過任何一個單位過了嗎 或是一個個人過了嗎 這對駭客 目前在我的印象裡面沒有 沒有喔 那是為什麼沒有 因為通常大概抓的時候 有時候抓到對岸 就沒有辦法再進行下去了 所以客戶者 市長 今天我們這個質詢 讓所有的駭客拍拍手都高興了 我怎麼害你 我要怎麼竊取你的個資 就是永遠被 永遠抓不到 是這樣嗎 那駭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實際上我前幾天才在 跟資訊局長在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這樣啊 他硬是要駭進來還是有可能 只是說我們要有多大的成本 甚至我們還找駭客來打我們試試看 有在測試 但是 如果遇到那種高的手 還是擋一點 四年的時間 據我所知 就今天這一件 而已 有移送而已 是嗎 不好意思 有一些是用網路 在做不時攻擊的這些 警察體 我印象中也移送了十幾件 十幾件 對對 我們會跟那個 那個刑事警察局 那個監警隊 來做合作 時間早在2014年的時候 台北市的停管處 也被駭客過 當時候連桃園縣長 吳志陽 還有緣立法也都收到 這些信件 那但是 問題來了 後續全部都不了了之 大概是這樣 如果 駭客還是會選選 那應該是說 我們要開始加強那個 承華的力道 就是一定要抓到 一定要 一定要 處罰到 這可能是我們在 檢查這邊可以做 不過那個 技術上那個 那個 那個 治安的問題 那個另外一個問題